拥有70个摊位的新物落下半中心 将近一半今天开业 其中约十来个摊位 嵌入新张云路上段第208B座 新石头一天就起驾 物价每用东西都上涨 所以我们先起驾 不能到那个时候MQC接管了 你要起驾就要看你的理由跟它讲 现在真的成本已经涨得太厉害 我们没办法只好跟着市场走 跟MQC接管 我看应该没有任何关系 推行非盈利金模式的直总副食客 明年3月1号起 接手管理新物落下半中心 副食客表示 会谨慎审核摊贩的涨价申请 也会帮助摊贩提高竞争力 对于起驾 受访时刻反应不一 这样的环境 物资上也是提高了 所以我觉得七一五毛钱 应该是普通 五毛钱太贵了 它变成三块八 不过还是有的是卖三块而已 此外 富食客也要求摊贩 每天开档至少八个小时 每星期至少营业五天 受访的经济学者认为 小贩是做小本生意的个体货 要同有缺密工作规则的 大企业合作 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 新传媒新闻记者 无良想法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